可以到哪里 到这个 Python 的官网 Google 打Python 一定找得到 第一个 然后里面有个Document Document 就是它的 这个函事库 里面的所有功能的说明 只是说呢 理论上 这个不过有分 它有那个Python 的三点差跟二点差 不过特别注意 版本不一样 最后做出来结果也不一样 而且会有差异 所以请各位 一定要选新的 旧的目前应该都不太会有人用旧版 通常是旧版维护而已 或者是说可能会转到新版 OK 理论上没有人会再开发新专案用旧版 所以 那我们就 点进来用三点差的版本 那这个Duck 的说明 其实之前 点进去一看全部都英文的 要不然的话顶多就是有法文的 要不然就是有日文的 好像还有韩文 有没有 英文有没有 那里面的话 你要看的话 请各位找到什么 找到Library Reference 有没有 Library就是我们韩式库 里面的Reference 所以以后如果 你有一些 哪一些方选 如果说你不知道 没关系 你就把它在这边搜寻一下 其实都会找到答案 它里面全部都有 那只是说 这个你要看英文看得很辛苦 我早期是 给上面一下 有法文 法文看不懂 跳过 日文也看不懂 韩文 不过 至少 这个是新的 之前没有 之前都是 只有到 韩文 我想说 韩文都有 为什么没有中文 至少 不过它是简体中文 OK 至少聊胜于无 OK 这个其实就一手资料 这是官方提供的 所以以后如果 你有一些问题 你请各位到这边查是最快 里面当然它有一些搜寻功能 你也可以 直接到这边搜寻一下 也可以找到你要的 一些最完整的说明 OK 所以我有些东西 如果没有答案我就在这边找 我有时候 不太看 仿街的书籍我是大概翻阅 把它当工具书吧 然后 主要还是以这个为主 OK所以请各位 将来如果要查最 完整的 相关说明 这边都有 像 相关的形态 INT Floaster 等等的 比较常用 像List Tuple Wrench String 刚刚有提到的String 字串 其他还有像Set 或者Ditional 这边也有提到 其他还有像转型 等等的 不过它的用法 像这种 它里面的那个简体的 一些 翻译 不过你可能要翻译 像那个什么抽象 抽象鸡肋这个 其实我们叫类别 它叫鸡肋 还有像什么 它叫什么 对象 我们好像叫物件 它名称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至少 我觉得就是 可以 给各位参考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有关那个 逻辑判断部分 比如说我今天要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 请输入一个 年龄 问号 然后我输入一个之后 它能够帮我判断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如果要从外部 输入一个词的话 那我可以用 Input 不过特别注意 Input 过来的东西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这边先注解 那刚刚有同学会问到说 如果像底下我先 不要执行 我要把它变成注解 那什么叫注解 就是你前面加一个警字号 这一行就不会被执行 但问题来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底下这些全部都注解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先全选 寄一个快速键 我觉得那也可以蛮方便 加一个Ctrl 加斜线 斜线就是那个 主 有没有 问号那个 Ctrl斜线 按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底下就全部注解 OK 这一张蛮值得学的 因为很多时候 比如你要改写成另外一个版本 那你不确定说你这程式要不要留 如果不留 删掉 那科二发现 原来比较好 那怎么办 不欠了 所以你可以注解 那可是问题你要恢复怎么恢复 很简单 在Ctrl加斜线 就OK了 因为以前写Java也是这样做 后来我发现我事宜 发现也一样 所以我就这样做 在Java也是Ctrl加斜线 这边呢 也是一样 所以我还蛮喜欢用以特别 主要原因在这里 因为用习惯了嘛 环境呢 不用再重新学习 像刚刚我同学问到说 用Jupiter 可以啊 只是说Jupiter就没有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功能都没有 它就是一个 阳春的一个网页 那什么东西都没有 变成你要自己去想办法 那这边的话就有一个整合型的 IDE IDE是整合型的开发环境 就是都有了 OK 那你要哪一个呢 当然要是我一定是学都有了嘛 不然你还要 再想一些办法 好 那这种开发环境很多 不是只有 用Eclipse开发 像 还有什么Spider也可以 甚至还有人用什么 用那个 那个什么 记事本加加 Notepad Plus 也有人这样写 砍牌了自己下指令 可不可以可以啊 那只是说那个好像没有方便 这个是相对比较方便 另外还有一套 叫什么 VS Code也可以写 可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方便 因为我很多版本 很多的环境比较之后 我发现 这个环境的好处就是 第1个 免安装 第2个 档案小 第3个 功能完整 第4个 不用费用 应该没有 他有没有缺点 缺点就是 想不到 自己想想看 我目前没有特别去想他什么缺点 因为他没有跟你收钱 已经是佛心了吧 对不对 人家都没有跟你收钱了 已经是佛心了 佛心的话你还要挑他的毛病吗 对不对 就像说我有一些影片 放YouTube上面 真的还是会有人跟你挑毛病 老师你这个地方讲的太啰嗦了 那我怎么回答 对 跳过 就说 OK 那不然你怎么办 你来录好了 你录给我看好了 我有没有收你钱 没有吧 没有收你钱 你还啰嗦 对 开玩笑 这个 我其实就是 开放环境嘛 你就心胸开放一点嘛 你不要为了一些 酸民嘛 每次都发脾气 OK 没必要吧 OK 每天都为了酸民就发脾气 这世界上不是只有酸民 对不对 主要应该是 正向的人多吧 负向的你要让他变成正向 引导到他 OK 好 我们回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 Ctrl加斜线 OK 就是 可以快速的注解 跟快速的取消注解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让他输入 比如说我底下 重新再来过 那第1个如果我今天需要让他input的一个年龄的话 那首先第1个 他这边输入 特别注意 input 这个东西什么 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主要是 你可以从外部输入资料 他会把这个资料取得之后 丢到前面这个变数里面去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 特点就是说 input过来的东西 他一律呢 是一个什么 一个 一个字串 OK 17的字串 所以如果你17给他 你要做逻辑判断 抱歉 你是文字你怎么可以 去 做那个呢 跟数字比较 不行嘛 所以怎么办 你要转型 那特别注意 我后面 刚刚我同学马上就有问题 那怎么转型 到底很简单吗 那输入是17 我要把 他是 那个文字转成数字的话 整数的话就int OK所以你这边打一个int 前刮弧 再一个后刮弧就可以了 他就进来17 双引号 把它去掉 那就是 变成17的整数 如果说他是17.5 不过年龄好像没有人家 如果你是 有点几的话 那这边特别注意一下 这边的话呢 就是 你就变成floater floater就是什么 就是转成 有小数点的 OK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刚刚有 Stream Stream就转成字串 然后转成int 转成flo flo是有辅点的 就是有小数点的 OK大概会有这三个比较常见的 那这边我们用int 但另外还有一种转型 就是说 可是我不确定他有小数点 或没小数点怎么办 如果不确定的话 那你就记一个叫 eva 其实就value eva 意思就是说 反正呢 我就是你过来东西 我就把你的双引号 就是你的字串符号拿掉 比如说你是17 双引号 我就双引号 eva有点像把双引号拿掉 他就变17 如果17.5拿掉 还是17.5 所以如果说你不确定是 整数还是辅点 那你用eva eva就可以了 eva 好那这边的话当然我们用int 我们先用int 好 接下来的话我要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 所以打的方法非常简单 如果eva 我们从头来 eva什么 eva那个h 你要转型之后的话 然后呢 如果他什么 小于18岁的话 小于18之后的话 后面请你加个帽号 意思就是说如果 他这个逻辑 所以eva 空一格 逻辑加一加帽号 这个是规则 请各位注意enter 不过你会发现enter 这边 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tape 有没有发现 这个tape是必要的 在 python里面 他 一定要tape 也就是他阶层 如果你不加阶层的话 程式是视为错误 下一阶 那在java里面 他是用大瓜 当下一切 可是在这边 不用大瓜 不过我觉得大瓜 麻烦 因为常常有前大瓜 忘了后大瓜 或者是大瓜 开头大瓜 又一个大瓜 又一个 每次看那个大瓜 看到头晕脑脏 对 那 python就改良 我觉得这个还蛮合理的 他用什么 用tape 用阶层就好 所以后面的话 怎么样 这个一定要的tape 你可以不会自动帮你加 有没有 这还蛮贴心的 然后 如果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就把 输出 所以这边的话printer printer什么 printer那个未成年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打一个未成年 那反之的话 如果两重逻辑的话 就成年 所以这边的话 未成年 OK 这个时候如果你实行的话 大概17岁 他只会 只会 只会 未成年会出现 可是如果你今天输出 输入的是19岁好了 他没有 所以怎么办 你要else 反之 那反之的话 就两重逻辑 记得 跳到前一阶 打一个else el se 加一个冒号 意思说 反之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执行 那如果19岁 他就跳什么 跳成年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那么 我不是成年未成年 我还有很多啊 比如说我今天 18岁到30岁 是青年 30岁 就包含31岁 到65岁是壮年 因为现在不能太早退休啦 因为那种 有些可能可以退休了 他还不敢退休 为什么 因为 他小孩很小嘛 他可能还要继续工作 OK 而且其实现在人都很健康嘛 65岁 所以65岁还算壮年 剩下的才叫老年 但是我发现应该70岁应该也还要继续工作 像你去日本 开计程车的都70几岁 对耶 OK 所以现在有一次我去那个日本东北那个仙台 结果 我老婆跟我讲说 要回去的时候 突然跟我讲说 我们的护照好像掉到那个 刚刚那家百货公司 怎么办 对 所以后来赶快叫一台计程车 然后我希望他能够用最火速的 帮我们送到那边拿护照 结果后来我一上车一看到70几岁的老阿公 就感觉就好像没有希望 我后来我发现他还蛮猛的 开很快 跟他实际年龄不相符 70几岁 所以其实说真的 年龄 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这里的话假设我们要一个逻辑 那怎么办呢 成年的部分 我就要分成三个部分 变成说 一个逻辑的要变成三个 那怎么拆成三个 这个地方的话 特别说其实也蛮简单的 一 你就是在把 这个地方 复制一下 后面的话 第一个是 if 其他的话就多一个el el之后的话 我们逻辑应该是 如果他怎么样 大于18岁 空一格 而且 and 这个是交集 18岁以上 而且什么呢 而且这个年纪 小于 应该是大于等于吧 大于等于 而且什么 小于 等于 30岁好了 那这边的话我叫做他是青年 这边的话 这个叫青年 所以这边打个青年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撞年 所以 再来就是在这边按一个enter 然后这边呢 back到前面去把这个复制下来 那复制我习惯是 拖拉加坎错键 有没有 马上OK 那现在 来改就好了 31 到65 有没有 这边改一下 那剩下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壮年 OK这边的话我再打一个壮 切一下 然后呢 这边呢 剩下来就是 老年 OK 所以65 以上的话呢 那就是老年 这边的话我就 打一个壮 OK然后剩下来的就 老年 这样的话我逻辑打完了 特别注意 这个逻辑要非常清楚 以后的话呢 反正你要挤 第1个是1重嘛 L是2重 再来就多重 OK所以 这个逻辑判断 非常的重要 另外 可能多一个就是你这个符号 大于等于 小于 这个也要注意方向 然后另外的话如果交集就end 连集的话就all 那NAS我很少用 因为NAS很麻烦嘛 你要 想说 是然后就颠倒又变不是 所以NAS我很少用 不用也没有关系 OK没有说一定要你一定要 end跟all 大概就够了 所以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今天呢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年龄 假设49岁 end 壮年 他就输出这个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这一题做完之后 其实你可以 另外就是变化题 请输入成绩好了 如果我今天输入什么成绩呢 假如说是80分以上 到100分是A 然后70分是B 60分是C 反之又低的话 那这程式怎么写 其实好像很好 反正改成请输入成绩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大 自己想一下 OK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 这个逻辑判断非常重要 以后程式里面 只要有牵涉到判断 就一定要写这个 那它的结构 不用记太多 反正基本上 大概都是这种架构 所以记得要这个很熟 这个是规则 OK 记得就是可能常常同学会打错的 通常是那个冒号忘了 要不然就是前面那个Tab忘了 这个Tab一定要打 然后再来就是 联集跟交集 那这个程式如果你怕你 记不太起来的话 云端上也有啦 我在云端的第2个单元 那个 判断年龄的部分 也会 找得到 如果这一题做完 可以再练习那个 ABCD 请输入成绩 然后 就帮我把 成绩转换成ABCD OK 另外还可以 我们这一题的下一个范例 就是判断什么 BMI 那另外 刚刚我同学问到那个证照考试 其实证照考试 就是类似考这样子 他就给你一个考题 然后呢 要你现场 他是上机测验的 你就把程式打完 然后存档 他会马上测 他马上做 那个测试 看你这一题有没有答对 有答对又绿灯 所以绿灯一个 绿灯两个绿灯三个 一直绿灯 如果绿灯到七七十分就及格了 你到七十分 那你就拿到证照了 那你想说七十分 如果七十分的你还 需不要继续做呢 就看你自己 有的人就是想说一直做到一百分为止 我一百分跟七十分都一样 都是一张证照 并不会标注成七 OK 所以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逻辑判断部分 这个逻辑判断 并不 并不复杂 那再来的话我们后面也会比较一下 如果跟VBA比的话 如果VBA改写的话该怎么改写